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来希望能够在今年的时候有一个大丰收 所以你看到美国在2月28号就宣布 要在3月28号29号在美国举行美国东协高峰会 这本来是拜登要去验收我的外交成果 你看东协通通都跟我站在一起 结果没有想到他必须要灰头土脸的 然后宣布说3月28号29号的东协高峰会取消 而且是没有任何期限的取消 像到底什么时候要举行不知道 就延期可是延到什么时候不确定 所以整个的东协十国他没有迎来 他只迎来了一位李显荣 安慰家 就辽表安慰 可是在同一天 包括了越南 对不起 包括了印泰飞免 印尼泰国菲律宾跟缅甸 他们宣布四个国家的外交部长 要到中国大陆去跟王毅见面 其实这一相对比 确实会让美国有一点灰头土脸 可是我自己在关注这一个东协高峰会的时候 已经关注了一阵子了 因为美国宣布完了之后 东协这边一直都是没有动静 在3月初的时候 柬埔寨的外交部长还曾经说 因为柬埔寨是今年的轮子国 所以其实是由他负责来发言 他还有跟美国说 他说你定3月28号事先没有通知我们 我们其实真的有点措手不及 我们有很多国家的领袖 是不刻参加的 你要不要改齐 然后之后我就看到 两个礼拜的空白 你没有看到东协跟美国之间 有任何的磋商 就突然之间美国就宣布说 不举行了 这背后到底是 东协很多国家给美国穿小鞋 我根本连一个日子都不给你 又或者是 美国就是很压霸说 你28号 29号你不来 我就取消 我们现在不得而知 但至少知道在东协的这个外交战场上面 美国摔了个大跟斗 好我们 因为东盟东盟非常有有意思 我们我们不能光光看这一次 好像他找个理由说因为时间都不漏 对所以呢我们的我们就说就是无限期延后 你要知道在二战之后 只有美国能够订日期 对美国美国定了什么日子 当我突然间告诉你说明天我要见你 就算你上厕所到一半 你都得要赶快穿着穿着裤子去 你看台湾的政治人物都是这样 至少在东协 至少在东协是如此哦 是东协是如此 第二个我们我们翻到东协了 我们就东盟好东盟跟欧盟 从中国的角度来讲是他第一大贸易伙伴 跟第二大贸易伙伴互为一二 东盟跟欧盟都非常的重要 东盟走到走到今天 他他现在的发展的位置大概就是前欧盟起 就他希望将来有一天是不是有机会像欧盟一样 成为一个更完整的单一式市场再也不要有战争 好那他走到今天呢 你把东盟跟欧盟做一个对比 美国要抓欧盟是为了俄罗斯 美国要抓东盟是为了中中国 他有他不同的战略目的 所以美国呢一定会去搞烂了这两个盟 因为他绝对不能会让这两个盟团结 成为第一个不但会会跟美国会会作对唱反调 尤其呢他们可能会跟俄罗斯会靠得更近 东盟会跟中国靠得更近 老实讲欧盟的如果不是美国的牵制 欧盟也会跟俄罗斯靠得更近 就像北溪二号一样 其实本来是希望 这哪里是美国愿意见到的 所以他要去搞烂欧盟跟搞烂东盟的逻辑是一样的 只不过他假想对象 一个是俄罗斯的另外一个是中国 好那东盟 我们看到美国在东盟上面所花的功夫 不是只有这一次的这样一个一个会议而已 而是 你可能忘了去年我们花了一些时间谈谈过 美国因为长时间忽略忽略东盟 很久没有高阶人物呢到东盟访问 拜登上台了之后呢 在阿富汗战争前后 美国开始密集的 从他的 最后连 连哈里斯副总统国防部长 然后这个国务卿 副国务卿 国务卿都都来了 国安顾问也通通来了 来了 那由尤其呢 哈里斯呢 还是他的他的第一次出国的首访 虽然呢灰头土脸 后来我们看到呢 布林肯呢 到要到泰国也灰头土脸 都是半途而废就就走了 就是来算来了 可是感觉上面就就是很阳春 没有达到什么目的走了 可是最少知道美国有意识到 他想要去拆解东盟 那这一次呢 延续他去年下半年的 这样子一个操作 他就希望让东盟呢 可以重新跟他团结在一起 他的东盟 他连越战都打了这么久了 他终究呢 泰国跟他过去呢 是很是很亲的 新加坡呢 跟他是很亲的 马来西亚印尼 因为这些过去都吃过中国的亏 所以呢跟美国基本上面的 也都还算是友好 菲律宾更不要讲了 美国唯一的海外殖民地就是菲律宾 就是菲律宾啊 他在东盟怎么会没有没有根据地呢 不可能嘛 菲律宾是我的迈克阿瑟在在这边土生土土长 我就是要我说 I should return 就是要回 他不是要回到日本 他回到菲律宾 美国在东盟有这么成就这么大的影响力 怎么会搞到今天灰头土脸 所以当今天东盟呢 十个国家 我想我刚跟奉金开玩笑讲 我说你今天如果请客吃饭的时候 广发英雄铁十个国家 结果呢桌子摆摆好了 所有的服务人员在旁边 菜都已经准备上了 只来了一个 一桌十个来宾 只来了一个 你你你到底是因为看到李显龙很高兴呢 还还是看到其他的九九张桌子 只会都空着 你要很难过呢 而且李显龙在美国还告诉大家说 你不可以在亚洲 然后呢要求我们都要退出跟中国之间的关系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以今天东盟 我们说东盟能够发展到到今天 跟中国一起趁势而起 好当然欧亚 那这这两区 我们在上个星期稍微分析过 你你如果看长一点 亚洲三十年没有战争 从中国的角度来讲 四十三年了 没有动过一枪一炮 亚洲的从从一九九一年之后呢 没有任何热兵器的冲突 当然阿富汗跟伊拉克 西亚的例外了 我讲的就是呢 东亚跟南亚的主要的部分 即使让东盟这么复杂的政治环境 没有啊 印巴之之间的小小规模的偶尔的冲突是有的 但基本上面 亚洲区的核心区域是和平的 东盟是和平的 我难道要被你搞烂吗 但相反的欧洲区就就不是欧洲区一直有战争 不是这乌克兰上个世纪呢 还有巴尔干在战争 还有纳卡战争 在在外外卫高加索 对亚美尼亚一直都有战争 换掉说呢 在北约的北约的边缘区里面一直都有战争 但是亚洲没有 美国希望呢把亚洲呢给搞烂 我觉得东盟比较聪明 东盟呢基本上面呢就是给你个软钉子碰 那李显龙跟你比较好 李显龙去 李显龙就跟你在那边 反正看到也很高 好歹是来一个啦 十个来来一个 可是另外的四个就排队呢 去大陆 对印太非免 你看到这里面刚刚你提到说 泰国过去一向是亲西方的 但是呢泰国其实最近这几年的转向 是非常明显的 菲律宾曾经是美国的殖民地 当然他现任的总统 这个杜特地 他是非常的亲中的 他也用大白话文讲说说 如果今天菲律宾跟中国打仗 我就是打不赢啊 那我为什么要跟他打呢 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够一起经济合作呢 多特地一直是用大白话文 在治理他的国家 所以菲律宾 那缅甸当然不意外啦 因为缅甸现在军政府 他还被西方制裁当中 可是印尼的选择很特别 因为你要知道 印尼其实在整个的东协各国当中 他是人口数最多 两亿 然后同时就整个的经济发展的潜力来讲 现在是最被看好的 结果他这一次也选择了 就是派外交部长然后去中国 当然我们我知道外交部长跟领导人 他是不同层级的 可是当你这边峰会取消 而我这边的外交部长 络绎不绝的去中国的时候 那个态度差距太大了 如果只有高峰会 那也只是其中的一环而已 我们去年讲了他们的几次的到东南亚的访问 然后东协高峰会 最近有一个新闻是日经新闻的报道 日本媒体的报道 报道说呢 美国不是要推印太经济战略吗 那他现在呢写了一份说帖给日本 那日本政府现在也收到了 他们现在每日要一起合作 要去说服东协十国 参加美国提出来的印太经济战略 要有这份说帖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告诉大家说 因为东协几乎没有人要参加印太 印太经济战略 这里面就有趣了 他里面点到了一个事实 大家还记得上个礼拜 有200位国会议员联名 然后要求美国的印太经济战略 应该要将台湾列为第一阶段 就纳入的合作盟友 这件事情要动用到200位的国会议员 我当时看这则新闻的时候呢 你知道美国国会议员 很多都地方选出来的local 他们没有那么多的国际上面的一些讯息 我看这则新闻 这是我们策动的 就我们策动了200位 然后去帮我们游说 没有疑问 对 既然是我们策动 那就意味着 他行政部门并不想邀我们 我们才需要去策动国会议员 结果呢 议员去问美国贸易代表戴琪 戴琪对于台湾要不要加入这件事情 她说我们对于合作的伙伴 如何挑选的条件还在讨论当中 其实就是给台湾一个软钉子 就是台湾没有份 那你要这么积极的去拉拢东协 台湾台湾不是很重要吗 我们半导体不是很重要吗 我们不是你美国很重要的经济伙伴吗 我们的这个经济发展 比东协绝大多数的国家都要好很多 你为什么不要我们 你只要东协 而且现在传递来出来的信息是 就是因为他们太急着要东协 他们担心东协反对台湾加入 所以对台湾加入这件事情 抱持疑虑 因为我们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 很容易让 让 让台湾或者说在华人圈子里面 一些的 一些的精美分子 我们用一些 大家互相批评的用意 精美 就是因为 因为你太爱美美国了 美国什么都是对的 美国什么都都是好 听起来可能会觉得不太舒服 但是我刚讲就是说 美国 美国只要到亚洲 都是占战争 不管是韩战 不管是越战 不管是阿富汗战战争 不管是伊拉克战争 都是战争 美国只要进到亚洲 都是战争 那我们过去也花了一些时间 感觉上面 美国正在慢慢的退出亚洲 那那个退并不是说呢 人就出去再也不回来 没有没有到这样的地步 我我不是用一个战争概念 我用的是发展概念 我刚才告诉你 就是说亚洲在在走30年的上升势头 那个和平 带给了亚洲这30年 非常好的发展 没有消耗 但是呢 对欧洲来讲 因为北约 那个北约 即使东欧 而且北约都还运作 马克龙都已经讲了 北约已经脑死了 为什么还需要一个北约呢 就是当你要维持北约的时候呢 那种的战争的气氛呢 就很难平息 那现在的 现在的东盟 东盟的态度呢 是清楚的 东盟毕竟 他现在的 他现在的经济总量 不只超越韩国 已经是两个印印度了 那那你印度呢 能能还没有到两个印度了 就是大概一个多印印度 换句话说 如果你把东盟摆进去 印度大概是全球第五大经济 经济体 那你想东盟应该在 在哪里 所以东盟其实 他看到了自己的上升趋势 他团结是有利的 那美国美国现在可能会觉得 非常的非常的焦虑的 就是你看到光是今年开春 现在才四月初 不只是印度变了 西亚变了 在阿拉伯 阿拉伯世界 之前呢 一月二月排队呢 进中国 一样啊 现在的东盟呢 排队进中国 亚洲呢 中国作为亚洲的大国 这点是确定的 而美国一直想破坏这件事情 那就看你周围这些国家懂不懂 我觉得最近印度当然会让美国非常的痛苦 因为印度已经跟我们之前讲说 他只在巩固自己的利益 不是我跟印度越来越有情绪 是他现在的媒体的情绪真的是很高 他的媒体甚至他的外长 他的外长当当美国在质疑 他说你为什么买买买买这么多呢 就说呢 这俄罗斯的原油 他说买买最多的是欧洲啊 你为什么不去问欧洲呢 他直接反讽英国外交部长 是 对啊 好我我我顺便提供了几个数字给大家看 就是当乌克兰战争爆发了之后 你看乌克兰 那乌克兰的现在的最最新的经济统计 他第一季经济萎缩了16% 预计啊 如果战争持续下去 今年的乌克兰经济会倒退40% 打对折 他的GDP呢要打打对折 第二个呢 我们看了美国呢 捞到什么好处 美国呢 美国今年三月的LNG 就是液化天然气 出口暴增了16% 那这暴增的16%呢 已经是历史新高 当然 出口的历史新高 那最大的买家是谁 连续四个月都是欧洲国 那买买买多数 连欧洲连续四个月成为美国LNG的最大的买家 你记得买七成吗 对 百分之六十五 买了将近百分之六 六十五 我们说美国呢 在这场当中最少到目前 我以为他最大受益者 没有没有错啊 就天然气 你看我光LNG 一传一传运的 送到接收站之后呢 要解压缩 解压缩的时候 才能够呢 再送到各个加户部门 这么复杂 这么贵的天然气 美国增加了 增加了这么多 而且占到了他出口的七成 美国当然大获全胜 你看到美国的操作了之后 你觉得 你觉得东盟国家会这么傻吗 其实东盟国家 就我也不想得罪你美国 可是你每天都要 都要逼我选边 我不要嘛 不可能的事情 匈牙利是一个很好的示范 但你觉得东协 为什么一直都不会被美国给分化 我觉得 只是因为他们聪明吗 我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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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原因是因为 他们内部本来就是不同体制 就是大家觉得 过去呢 西方在看东协 觉得他们不会成功 理由是因为 他们不同体制 差距太大 所以他们很难合作 可是东协正是因为 他们拥有不同的宗教 不同的体制 不同的种族 不同的文化 而且真正的相互包容 你现在看到真正相互包容 他们的政治体制 差距这么大 种族宗教 种族宗教文化 各方面差距都这么大 经济发展水平也差很大 可是他们可以真正的相互包容 所以任何意识形态的操作 在这个地方都不会成功 对啊 就是东盟 因为美国呢 美国又很想要下指导棋 来来到东盟 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指指点点点点 缅甸这样的不可以 我要我跟你切断 跟缅甸的关系 那这今天的泰国仍然是军政府 你这样子不可以 所以布林肯去年到了泰国门口走了 到最后就是谈不拢 气氛就不对嘛 那你对于呢 对菲律宾的过去的遗址气势 菲律宾虽然很勉强的跟你 跟你延续了部队访问协定 可是你看出来菲律宾 无非现在所有杜特地的操作 都是为了巩固他这次的选举 虽然他自己没有在选举里面 可是他的政权能不能够延续 目前百分之百对他是有利的 因为呢他所属的政党 他们所说支持的 就是说小马可氏 现在呢是遥遥领先的 那对美国来来讲 如果菲律宾的选举 仍然是一个比较亲中的政权 如果匈牙利的选举 最后的结果是这个样子 那个呢对许多的 就是说非呃非大国来来讲 那个是一个很好的示范效果 我为什么要听你美国的 我可以走我自己的路啊